好,我介绍一下下一章 所谓积分是什么东西 就是要考量这个曲线底下的面积 这个是我已经讲过 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基本 非常重要的课题 那比如说你的曲线是一个圆 你的曲线是一个斜线 那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上常见的图形 那但是如果你的函数是一个更复杂的 你这个线是一个更复杂的 那我有没有办法去了解曲线底下的面积 那黎曼积分的想法 大家都应该知道的 就是它是将AB切成无穷为量 切成很小很小的小区间 然后就每一个小区间 我就找一个代表 这个如果叫做xi xi加1 我就找一个代表 我叫做xci 那在这个代表底下呢 我就有这个函数值 是这个点 这个所谓的f of xi 我就以它为高度 那原来是曲线是 可能是弯曲的 甚至是说是震荡的 但是呢 我不管 我就是将它看成是一个 在这个小区间 这个我叫做所谓的长条 在这个长条里边 我就看成就是一个长方形 这样子去算 那每一个小区间 就是一个长方形 那这个长方形可能是不准的 当然有误差 它不是真实的 但是我们的 这个所谓的fx 从A到B的积分 就是定义为limit 就是这些所谓的长条 然后呢 Delta xi Delta xi就是等于 x的i加1 减掉xi 那这个Delta xi就是 当然是等于底下的 这个小区间 然后假设你要分成n格 当我的n去上无穷 那这个就是我的黎曼积分 这个是我的黎曼积分 但是还有一个点的 还有一个点的 就是这个 这个黎曼积分呢 当你 切得越来越小的时候呢 我们是 现在越来越小的时候呢 我这个的面积就 就加一个条件进去 就是我这个cci是认选的 我认选这个cci 如果这个limit都存在等于我们的这个f在AB的等于一个值 那这个值呢 我就叫就是所谓的曲线在底下的面积 是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limit呢 是其中重要的 黎曼积分来说 重要的就是 independent of choice 我们会这样子 我们会这样子讲的 那而这些切的地方呢 你怎么分这个也是有这个 有这个不同的可能性 就是我们呢 会有这个x0 x1 x2 到xn x0就等于a xn等于b 我就是将ab切成n分 那你这n分呢 是可以平均 也可以不平均 那最简单当然是平均分 那这些点呢 我们就叫做 这个点合起来 是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呢 我叫做p 叫做partition 分割 是这样子 那这些我想大家都 都应该都知道的 所以他是希望 就是说这个积分呢 希望就是 是要讨论 曲线底下的面积 那 然后呢 黎曼事实上是 再加上后面的daboose 那就是 说明呢 就是 如果我要求 就是说 用这种方式去定义 这个所谓的面积 有存在的话呢 是一个好的方式 就是用partition 然后呢 用这个合 这个合呢 take limit以后呢 如果收敛到一个数 那而且这个limit呢 是跟这个cci的选取 是无关的 那它就是所谓的 可积 利用这个定义来的 这个是定义来的 我们要分辨出 哪一些函数 是会有面积 哪一些函数 是没有面积 是这个样子 那 这个我们叫做 Riemann sum 是这样子 在这里呢 我就可以举一个例子 让大家了解就是 不是每一个函数 你都可以找这个 曲线底下的面积的 比如说我们的 第二类函数 这个大家应该有碰过的 就是F呢 是从01到R Fx呢 是等于1 如果x有理数 0x无理数 你会看到就是说 这样子的话呢 我给它切 我这个所谓的 Riemann sum 会是什么东西 这个Riemann sum 不是随便你说吗 事实上我 这个Riemann sum呢 我可以收敛到 01的任何的数字 都对 就是 我说 好 我这里先简单来说 你可以说它是0 也可以说它是1 就看 我的CSI怎么选 对不对 如果我的CSI 全选上就是有理数 你怎么切 你切成N份 每一份都会有有理数 跟无理数 那如果我的CSI选取是有理数的话呢 这个就是1 然后呢 整个所有的这些区间的总和 当然就是等于你的长度嘛 这个就是1 这个就是1 那就可以不写了 就是所有长度和 所以等于1 如果CSI 我选上就是有理数的 但是如果我的CSI选上无理数的话呢 那函数就只有0啊 那整个就是0 是不是 那所以这句话就是不对 不成立 那换句话说就是说 我的F呢 是这个积分呢 是不能讲的 就是这个东西 是不存在 这个积分是不存在的 所以不是每一个函数底下 可以找面积 那我们这一章呢 那个目的呢 就是要将所有东西呢 是给它所谓的严谨的去看待 就是我们要看这里的 这个黎曼和 譬如说 哪一些函数是可以 可以讲这个面积的 哪一些函数是 不能讲面积的 我们都可以讲得清清楚楚 有一套理论去 去说明的 那怎么样子可以判断 这个函数是不是 可以讲面积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一些主题 我们会给大家一个 标准的定义 什么叫做 Integrable的函数 或者是什么叫做 就是这个积分呢 是可以有值的 我们有一些所谓的test 然后 当然呢 有一个定义 define 什么叫做 Integrability Integrable functions 然后有一些test 然后我们就知道 哪一些函数是可积的 比如说连续函数 一定可积 Strictly increasing function 一定可积 还不止的 如果我有下一个 不连续点的函数 我也一定可积 是这样子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 我们有这个 那个 利用这个积分的理论 我就可以建立 就是一个严谨的证明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这个为积分基本理论 当然就是我们要 什么叫做可积 这个事情要拟清 我们才可以将那个命题 写得清楚 然后证明 那这里呢 是我们这一章的 当然是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证明 这个维尊这本定理 那然后 还有一些就是 一些积分的性质 那我们也可以 这个积分呢 那个定义呢 是有点点烦的 当然最后还是用limit来讲 那或者是 infinimum suprimum来讲 那个是我们 在这个上学期里边 最重要的工具 但是呢 它的性质就是 非常自然 譬如说 我的 F加G的积分 是等于F的积分 再加G的积分 是线性的 那然后呢 我的 F的积分呢 一定是小于等于 F绝对值的积分 是这样子 然后 也有一个 所谓的 min-Mero theorem for 这个是AB了 min-Mero theorem for 假设F是好的话呢 我就存在一个C 存在一个点 在AB里边 使得它的面积 就是等于 这个函数点 乘以这个B-A 图画呢 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的AB 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你的函数 那它的面积 就是这一块 我就说 存在一个C 在中间 可能是这个样子吧 这个就是我的函数值 那 我这些 白色的 这个阴影的部分 这个总面积 当然包含着这一些 是等于 我红色的 这个方块的面积 这个方块的面积 那个叫做 min-Mero theorem for integration min-Mero theorem for integrals 是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章的重点 我预期呢 可能我们会大概三到四周 去处理这个问题 好 我今天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